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我是玛丽 嗨 你好 我是欧马克 本周的马克信箱非常 要讲非常这两字吗 本周的马克信箱很不一样哦 在2024年我们经过了大半年的有影像版之后 今天我们重回了只有声音的马克信箱 怎么这么突然啊 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一切的老天的安排 就是Sign 之前也不是一直在说什么 你已经有新的iPhone 16 Pro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拿来用啊 我自己都办法拿来用了啊 然后呢 然后我刚刚就是打电动打到它没电了 它换了新手机最着迷的就是打电动 然后明明知道今天要录马克信箱 就一路打到没电 然后因为电台以前每次都可以在电台充电嘛 可是因为电台是旧型的 你现在知道我的苦了吧 对 片寻步着插头啊 对没有那个新的插座就没办法充电 所以没电啊没电就没办法录啊 然后另外其实我今天一出门的时候 我也忘了带 因为我都要带两只手机嘛 我也忘了带手机忘了带脚架 我想说哇 所以今天就是开心来出门下个班回家这样子 今天就是难过的出门 然后不过现在开始我非常非常开心 就我发现到了说 我们可以重新就是重回只做声音的 然后我也知道在做影像版的马克信箱之后 还是会偶尔啊 就是你会看到有几个说 其实我觉得只有声音版的你们的声音表情比较丰富 我自己当然是觉得没有这回事 我觉得是因为你看到我们的真实的脸了 有可能是因为你看到了我们 然后你的想象就会幻灭一些 然后我昨天去参加一场餐会嘛 然后旁边坐的那个人呢 他就说我以前就是都听青春点点 然后他就是说在听你们的时候 他都没有去查我们长什么样子 因为就是在听的时候 他就有一种好像可以就是有一种幻想画面的感觉 我觉得差别是不是这个 就是有影像版 你就没有办法有视觉的想象 因为那个已经完全被破坏掉了 因为你就看到我们是怎么拿着信 然后大部分我们是低着头在念 然后看到我们的一些微表情 就是有趣的部分可能是可以看到微表情 但自己的想象跟自己内生的这些东西都会少掉 所以我觉得会差蛮多的 想象力就是你的创造力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你们自己无限的创造 那同时呢这个也是 我觉得今天也很刚好 因为我有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还要继续的做影像做下去 那今天刚好也可以当一个对照组 一个实验组 因为其实在做影像之后 大半年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很兴奋说 哇有影像了可以看可以看 可是这个后来很明显看起来就是现在的数据跟去年 前年比起来没有比较好啊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小差 然后我们的会员人数从两年前的1600 现在已经到1200保卫战了 所以是很有可能会有以后没有星期一的10分钟 也是有可能的啊 也是有可能的 对所以一样还是很开心 就是有这么多的上班可以听会员朋友们可以支持我们 然后在变成了这个影像版了之后 就变成马姓救世主可能就没有每周奖 然后还是有马姓救世主愿意新加进来 跟就是不离不弃 我还是非常非常感谢马姓救世主们 讲到那个有长相的差异 昨天就是小变态他们就是来家里聚会 为什么突然啊 反正我们就是一直在吃东西就对了啦 然后聊聊聊 不知道什么聊到当年就是如何揭晓你的长相 然后他就说 就是精神损害演唱会啊 他说他忘了他最早最早看到你是什么时候 好像某一年他来电台不知道拿什么东西 刚才有机会看到你 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很难找到你的样子 他就说 你 你想象小变态那个脸 你不知道我某满心期待 然后看到他呢 我就这样 然后我就说 当年你看到他 哇你这脸很过分 你有这么失望吗 他说有啊 就想说 怎么会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什么意思 我们在想说 因为可能当年就是大学生时候的你 就是比较 比较干比较瘦 然后常常发型可能会很怪 然后穿着什么大帽T 我就是一个不修蝙蝠的人啊 对对对 所以想说他是不是看到那样的你略感失望 这时候呢就要讲 就是他在健身房最喜欢看到一些明星 然后看到明星呢 就是会拖光光 然后走来走去 然后那位明星呢 屌很大 他逢人就讲 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吗 他屌很大 他屌真的 他 逢人就讲 还是要跟所有 也许你刚好在听马克信箱的艺人朋友们说 你可能会觉得在健身房 大家应该都是很理智吧 就是互相不会这么 没有没有 我觉得那位艺人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很大 他就是想要走来走去 但是小变态的确是看到明人 他会格外的关注 对 所以就是你不要觉得 大家可能都没有在关注你 大家都是成熟大人了 没有 没有没有有些人就是很喜欢看人家裸体 对 他披着大人的外皮 但他的内心完全没有长成一个大人 因为他就叫小变态 他真的就是变态 亲爱的马克马丽你们好 这封信呢 是用我们的快速通关 我是路边的羽毛 今天写信来 想祝我的男朋友凯凯生日快乐 凯凯宝宝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年 也是第一次一起过生日 从我们交往到现在 四个多月了 我觉得我们好像在一起好久了哟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感受到你满满的爱 你对我每个小事都很认真 都在鼓励我 赞美我 因为我们是 中至离情侣 台北跟台中啦 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好好计划怎么度过 很珍惜每个相距时光 爬山看海吃美食逛夜市 写信的今天我们还去泡了汤汤 哇 为什么用这种声音讲话就是很想要吐槽啊 明天就是外婆的告别式了 很抱歉在你难过的时候 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 一开始招望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距离也不错 彼此都有空间 但随着每一次的分离 那一次我在店里的梦画 我觉得住在一起其实也不错哦 那个梦画是百分之百的真心 就算为了住在一起 还是可以为彼此保留最舒适的距离 因为我想陪在你身边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跟你一起慢慢变老 因为有你在 互相努力成为更好的人 也希望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三三岁生日快乐大宝贝 爱你的鱼 在关系当中 然后会让你变得更爱自己的 那应该是一个对的人吧 这封也是快速通关信封 哇 已经在马克信箱 听你们说了至少两次 考国考不要听马信 这个应该不止两次啊 如果从广播时代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因为你们怕会影响考生的心情 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写信给你们 为什么呢 因为你考上了吧 我要说的是 考国考绝对可以听马信 而且可能会不小心绑手哦 哇靠 是的 我是今年高普考某行政类科的绑手 我从小到大没考过几次第一名啦 结果在 没考过几次第一名 这个 你觉得这听起来刺耳是不是 就是他还是有考过第一名 只是没几次 因为刚刚那个转折我以为他讲说 我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绑手 你没考过几次第一名 你就是有第一名吗 那绑手就是 也很OK啊 你没考过第一名 你考过你 干你考过 你没有考第一名 谁考过啊拜托 哎 哎靠要 不是 全班 每一次考试就只有 一个班只有一个第一名你知道吗 对啊 一个第二名 一个第三名 一个第四名 一个第五 可是小学小时候勒 你不要讲一副好像 这是什么颁奖投票 或是什么 我们可以轮流当 这是考试呢 对啊 学生的考试 小时候一定会有吧 小朋友的时候 你在想一次你的那个论点很怪 小时候你一定可能是第一名吧 我这次跟你强调一个班 只有一个第一名 哦 只有一个人长到我这个 讲这种话 哦 哦 就算其中其末两次好了 不是有很多次考试啊 小学上一年级就四次有机会第一名 嘿 小学六年级就是24次有机会第一名 嘿 是不是就只有24个第一名 你说在小学阶段 对 啊如果我小学阶段24次也都没有当过第一名 你觉得我未来还有机会当第一名吗 因为小学算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竞争还没那么激烈 对啊 哦 我好像也只有小学当过第一名 很长吗 呃 我目前印象的是 有一个学期 哦 以前的月考是三次啊 哦 然后有一个学期我拿过两次第一名 就是一次第一 然后中间那次好像第十二 哈哈 差真多 对对 然后最后一次又第一这样子 嗯 好我印象深刻好像只有这一次 考过第一名的请留言 哦 他说啊 他从小到大没有考过几次第一名 结果在国家考试考到了榜首 看榜蛋的时候自己被自己吓得好大一跳 嘿 事实证明 真的不用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名啊 只要最重要那次考试有考好就好了 养成听马姓的习惯已经两年了 谢谢JK推坑马姓给我们 也谢谢B林顺利找到快速通关信封给我 让我很有动力马上写完这封信 也希望我最重要的一群耳朵围印 有个性的女人们 在新北新竹台南高雄屏洞的生活都可以顺顺利利开开心心 随性就附上了压摆压实压缘 希望可以连过第三榜 有再次上榜再写信来跟你们报喜讯 来自于南国古物女子 这封信也是使用我们的快速通关 里面有两封信 分别用标签写了一女友二男友 所以应该是情侣一起写过 哦呦那种两种角度啦 随性附上绿色的两百元 没死了 怎样 钞票真的很美 我现在做到现在 我是觉得留言说 没有影像的比较好听 我现在好像这么觉得了 没有因为我们今天刚刚有剪掉开场 今天玛丽在开场的时候 有向宇宙大声的呼喊 对 她说我们今天要录一集 非常有趣的马克信箱 马克玛丽 这个是女友 我是2024年W20-1 床室的风水那集 把暧昧对象简称男友的那个人 那封信是2020年底寄出的 后来我有跟信中的暧昧对象在一起哦 就往一年半之后分手了 暧昧期间有时候约会到太晚 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以回去 我就会留对方过夜 原本他都睡沙发 后来才让他睡床上补眠 但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这一次是跟现任男友一起写信 除了是想说 想要自己的信被念到 重点是也想把之前我没有写好的信完成 我主要是想分享外婆的故事 外婆今年90了 10年前中风 半身瘫痪还有失语症 已经卧床至今 状况很糟 从原本自己还能动一动的另一半边 或是吃一些简单的水果 到后来他也不想动 双眼无神 所有动作都有外籍看护代理 那其中的原因 你长期卧床嘛 血液缺乏循环 还有年纪大并发的失语症 另外原因是我觉得 他不能说话 他不能说自己喜怒哀乐 他不能自己去转电视台 所有子孙来探望 都就有一成不变的问题 外婆最近还好吗 外婆想吃什么吗 两三句之后就语色 相视无言 所有人都觉得 你想要什么 觉得你需要什么 觉得你想睡觉啦 觉得你累了啦 可是不管怎样 你都没有办法说话 说不出自己的疼痛 很像小baby啊 现在我们在顾小baby的时候 也是都一直说 啊他饿了啊 啊他累了啊 啊他想睡觉 可是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 那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你应该觉得 很绝望跟无助 但家人又不知道 可以做什么 我想趁外婆还在的时候 写下跟她的回忆 虽然我外婆不是字 但记忆力很好 她可以被一堆的电话号码 以前呢他会一个人 从基隆搭车到行天宫拜拜 结束之后呢 再拿很大包小包的水果点心 来我们家拜访 通常他都到我们家附近的 公车站牌 打公共电话 让我们去接他 到我们家之后 其实他也没有多停留 就有时候给的东西就走 有时候连上楼都不上楼 都会抱怨说 哎呀不要啦 爬楼梯很累啦 没关系啦 然后离开前 又会塞一两千块 给我们这些小朋友 跟外婆记忆呢 大多都跟食物有关 因为她自己不吃牛肉 可是回外婆家 她都会煮一碗牛肉面 给我们吃 还有一大盘消耗的水果 晚餐后呢 吃水果就看 飞龙在天啊 琴琴啊 麦芽糕啊 隔天早上 我们都还在睡觉 她就会去买早餐 豆浆油条 蛋饼水煎包 她知道 我们这些孙子辈 爱吃外面的 都不爱吃她煮的 稀饭跟面筋 到了下午 面筋真的是 我不喜欢欸 迷逼喔 对啊 我不知道面筋的 好吃之处在哪 可是面筋的那个 泡在里面那个酱 是甜甜的 对 就是在一咬 就那个甜的汁 就喷就是这样 所以你喜欢 是因为咬了会喷汁吗 没办法 你生病的时候 面筋是你唯一的 希望来源啊 可是面筋也不是一个 生病可以吃的东西啊 不就是脆瓜 脆瓜也不行啊 就是有时候会那个 就是会硬碗粥 不可以啊 就是一个脆瓜 让我吃 我没有味道 让我吃不下去 难怪你感冒会那么久不好 肠胃炎 对啊 你肠胃炎不行啊 那些就是不行嘛 我不是来替你教训我的 到了下午 有时候跟她出去逛街 会待在家里 帮她捡地瓜叶 包水饺 外婆包到水饺里面 有满满的菇彩 还有她特调的辣椒酱油 我不再听你念性的 这个单元就是念性的 是无法取淡的美味 晚上回台北的时候 她还会买一大袋 知名肉根的肉根汤 还有乳肉饭 我们带回家 她很疼我们 有一次我自动分享 洗完碗 她说 洗完碗之后 要再拿热水烫一遍哦 所以我就拿 饮水机的热水去烫 拿了很多很多 后来外婆发现 饮水机的水 怎么都没了再干烧 还念我一顿 我才发现 原来烫完的水 是要拿锅子 装生水去煮的 蛤 我之前呢 我收到一个私讯 就问我说 马克你都说 Britter那个用完以后 水都甜甜的 没有啊 水没有甜甜的啊 然后我说 请问一下 你是怎么用的 她就说 我就会用那个 生水装进Britter里面 然后倒出来 然后再拿去煮 蛤 然后我想说 蛤 顺序错了吧 反了吧 所以煮完凉了之后 再把它倒进Britter吧 对啊 对啊 你过滤深水干嘛 反了会有差吗 一定会有差的啊 顺序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次 他叫我去买 某家店的排骨酥面 我就想 这家有名的 明明是烧卖啊 再三确认过后才知道 虽然烧卖有名 但好吃的真的是排骨酥 这也是我少数听他提起 他爱的东西 之后外公 舅公 舅舅几年内 都相继过世了 他哭得撕心裂肺 我才发现 原来跟他住在 同一屋檐下的至亲 都慢慢离开 竟然就剩下他一个人 念大学的我们 也越来越少回去 难得有次回去 看到他默默的 在看一个公式的节目 谁来晚餐 他说是跟生态 大自然有关的 但是我就想说 奇怪 外婆不平常都爱看 歌唱比赛啊 滚蚀吗 他就说 我最近蛮喜欢这个节目的 因为有很多花花草草啊 有鸟啊 有鱼啊 我跟你说 我有电视行程表 我急一点要看 滚蚀 急一点看这个等等之类的 跟小时候的我好像哦 真的耶 电视儿童 可是再后来 他就中风卧床了 好几次我去探望他的时候 都想找出公式 那个花花草草的节目给他 让他看他喜欢的 但我不管怎么找 都再也找不到了 他刚生病时 大家会轮流照顾他 有次轮到我 半夜他很难受 可是失语症的他 只能哀嚎的一直叫 我就以为他抽筋了 胡乱的帮他脚按摩了一下下 可是他还是哭还是叫 后来他渐渐的安静下来 我闻到一股臭味 大便了 对 那个叫声 可能不是不舒服 可能是丧失自理能力的羞耻 我想到就很心酸 今年是外婆生 哦 那可能不是羞耻 那是在羞耻之前 他在说 我要 我要 我要上厕所 刚刚大家听得懂吗 再一次 哦 那你再换另外一个 你要吃饭 没棒菜啦 怎么都一样 我真的是辨别不出来 今年是外婆生病的第十年 要第十一年了 我想跟外婆说 谢谢你那么疼我们 给我们最好的照顾 包容我们的挑剔 任性 卧病的日子很难受 我们给的资源跟陪伴很有限 我也没办法听你开口 跟我说说话了 但我真的很爱你 谢谢你的爱 还有美好回忆 剩下的日子都会陪着你 来自于想换笔名的小夕 嗯 那他的男友 我来看看哦 男生就不会是写阿嬷了吧 因为是不同的阿嬷啊 我是女友推我入坑的典友 我想要透过他最爱的马姓 祝他生日快乐 除了祝女友生日快乐 我想在这边 跟一段不好的经历告别 那个时候啊 我在医院实习 轮到小儿 小儿科嘛 实习压力很大 小儿又是最难的 我又遇到那种 殷勤不定的临床老师 不说要怎么做 只要你去看书啦 你看书 哦 每天都说我很糟 要当我实习 我就陷入白天被骂 晚上努力到失眠的地狱里 失眠又让我表现更糟 最后我整个人 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报告 还有临床工作 有一天回到家 我想逃避这一切 我拿磨刀石 砸向自己的左手 还用我的左肩 不停的去撞墙 一直到撞破了一面窗户 我才回过神来 父母回到家看到我的伤 带我去学校 在辅导的机制 药物的帮助下 我勉强过了实习 我真的要感谢当时帮忙我的所有人 虽然六年过去了 我在医疗领域发展不差 今年迎来我第一次的年薪破百 内心满是感激 我想起实现那段过往 其实我一直到两三年前 才有办法静下心跟别人说 一直到今年才感受到 一切云淡风轻了 就是一段往事了 我才有勇气 写下那一段 其实当初我根本不敢触碰到的回忆 信写到这边 我想跟当时的自己说 没错 眼前很辛苦 要撑下去也不容易 你真的不行 你就喘一口气吧 快或慢都行 总有一天可以回头笑看一切的 也祝福现在 如果你有在困境中的典友 早日会脱离那个状态 谢谢马姓让我写下这一切 祝你们一切顺心 发表重大奖 再一次祝我最爱的女友生日快乐 请你早点睡 不要熬夜打游戏了 来自于台北的J 哇 很棒耶 有撑过去 撑过去就是你的 没撑过去 就会 拜拜 虽然是个废话 但 我们不会知道自己是撑过去那个 还是没撑过去那个吗 对不对 所以就在很难过的时候 这真的很难啊 只能靠你想象未来已经撑过去的你 在上面跟你说 你未来是OK的 继续努力 那这不就是要我撑过去吗 就是 那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能撑啊 不能撑就坐下来休息一下 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嘛 只是你脚步跨大跟跨的慢 跟走的快跟走的慢没有关系 但是你也只是要记得要继续往前走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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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考过第一名的别忘了在下方留言哦